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到我们的擂台经理迪克吉那里登记参赛了 这是Mega擂台 新的参赛者 迪克吉今天有点事 我来代班的 这儿的规矩 我只说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讨厌多废口舌 台上不限制获胜的手段 但不准闹出人命 别的好像还有禁止私斗什么的 记不清了 随便吧 总之 坏了规矩的人 我会亲自出面让他长长记性 明白了吗 废话到此为止 马上有一轮比赛要开始了 来看看吧 拿双刀的那个和你一样 也是第一次参赛的新人 真麻烦 他的对手叫米波 虽然是个老选手 但实力并不强 手痒了没 做好准备 下一场就到你了 你的对手 就是下面这场比赛的胜者 看样子是凯蒂 新人 好好表现 接下来 给大家带来信 圣户已决 再跑 精彩的比赛 本场的胜者来自星岛 有两下子吗 还以为你也只是个菜鸟 算我看走眼了 你的下一个对手叫马克思 之前拿过几次冠军 有些人气 想认识一下 比赛开始前 你可以去看台上找他打招呼 别动张希望的了 我就是马克思 你就是我下一轮的对手吧 你这是什么眼神 我可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准备好跪地求饶吧 你态度还不错 一会儿我会手下留情的 你懇惭了 你会儿就跑掉了 还不错 你懇恥 你懇惑 core 我身上 你身上 七人干脆利落的接班的马克思 停止了最终决赛 半决赛也赢下了 不错嘛 但最后的冠军战 怕是会有些麻烦 决赛会是一场三人混战 战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但你今天好像不太走运 和你一起进入决赛的 是臭名昭著的狼狈兄弟 那两个家伙还算有点本事 他们两个会先联手淘汰落单的第三者 确保冠军奖金不会旁落 老实说 你获胜的机会很渺茫 和之前一样 你可以找他们聊聊 但开赛前别给我惹事 决赛遇到我们两兄弟 算你倒霉 这次又能大赚一笔了 这次我还会拿冠军的 我的目标是三连贯 懂吗 我会是最后的冠军 你就是那个倒霉蛋 决赛奔上我们狼狈兄弟 可别想有好果子吃 什么 古盾还想拿冠军 说好的这次该轮到我的 他居然敢骗我 可恶 可恶啊 我和他的账 等收拾完你再慢慢算 决赛你就等着吧 等着吧 这次要是个人 如果我还能上台,真想跟你好好打一架 哼,差点忘了冠军的奖品 这块星园现在归你了,可以拿去卖个好价钱 好了,今天的比赛已经结束,我也可以跟雇主交差了,走了 祝贺你,赢得比赛的胜利 弗兰茨先生还在圆能塔上等待,我们快把东西带给他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